第202集 第202集 神态也显得悠闲自在 看不出一点生活的压力 李强一眼看见拱衣服的铺子 觉得很亲切 他想起和轩龙在铺子里 大练御服的情景 忍不住迈步走了进去 铺子里人很多 拱衣服正在得意的大声说道 只要有这种御服 不说是天下无敌 也显有对手了 还有这枚御服 这可是罗天上仙 轩龙大人亲手练制的 有谁见过 仙服啊 还有这枚 这是木子前辈练制的 可以与仙人的御服相媲美了 天哪 是木子前辈 他忽然看见李强走了进来 顿时就猛了 李强笑道 龚兄请继续 呵呵 说得不错 拱衣服红着脸笑道 木子前辈来了 我哪敢再卖弄 请进 请进 他殷勤地招呼着 周围的修真者 立即让出一条通道 很多人友好的 与李强打了招呼 李强忍不住玩心又喜 他也知道 长期的修炼 使自己的人味变得越来越少了 所以 一旦有机会 他还是想多和人接触接触 李强来到拱衣服身边坐下 说道 大家坐 今天没事 我来坐一次老板 练仙服出售 想要的 想够了 别说是拱衣服 就连罗杜语和鹰不利 都听得目瞪口呆 周围的修真者 顿时一片喧哗 拱衣服首先清醒过来 他大声说道 好呀 我们看木子前辈练服 他吩咐一个小学徒取来很多材料 罗杜语迫不及待地坐到李强的身边 知名魔尊把拱衣服挤开 坐到了另一边 他也喜欢看热闹 应不利挨着罗杜语坐了下来 店里的修真者 围着李强或坐或蹲 都怀着极大的好奇心 目不转睛地看着 罗杜语小声问道 前辈 你真的要练服出售 他感到很困惑 像李强这样的高手 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 他应该不会缺什么东西 即使是缺什么 凭他的本事 什么东西找不到 不过 他对李强练服 也充满了好奇 李强笑嘻嘻地说道 当然是真的 对了 一块玉服 看品质和功能大小 一律用中品鲜尸换 谁出的多就给谁 好了 现在开始 第一块玉服 起价一块鲜尸 众人念念相去 木子他老人家 简直是空口说白话 他手中什么都还没有 就开始要价了 实在是有点过分 龚义服毫无犹豫地喊出 我出两块鲜尸 他曾经见识过李强的手段 根本不担心他练不出来 只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鲜尸去换 龚义服喊出两块鲜尸换 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有人喊道 三块 李强说道 老师 你给我看看 是谁叫的价最高 痴明摩尊从来没有见识过 这种喊价的方法 他兴致勃勃地嚷道 我来 我来 谁要是敢爽划头 我老吃就吃了他 这家伙一开口就乱讲话 好在这里的修真者并不知道 他就是黑魔戒的大魔头 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没人觉得害怕 只有罗杜宇惊得直冒冷汗 痴明摩尊说要吃人 那可是真的要吃人的 龚义服立即叫道 四块 他恨不得 李强将所有的御服都给他 罗杜宇也忍不住了 说道 二十块 李强大乐 又叫道 还有谁开更高的家 罗宗主开了二十块 有比他更高的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先不说罗杜宇出了几块鲜石 就凭他在雪龙城的地位 哪个修真者 胆边生毛 敢和他争 李强也不在意 他取出几大块 在贝灵山找到的云镜赤石 双手 微微搓动 一团金光将云镜赤石包裹住 又加了几样炼符的材料 他开始制作御服料 由于他是用神异力来凝练的 而且他学过军龙的炼制手法 所以 紧炼制出来的御服料 就已经不同寻常了 众人瞪大眼睛看着 李强修炼御服料的方法 是大家没有见识过的 御服料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种是天然生成的 一种是炼制的 天然生成的优质御服料 是很难找到的 品质也参差不齐 天然的御服料 一般都是制作护身服等 非攻击性御服 而炼制的御服品质相对要差一点 质量却可以控制 主要用于攻击 金光逐渐消散 一枚御服料显露出来 那是一枚橄榄型的御服 形如一枚拉长的铜钱 一层淡淡的红韵散射开来 虽然只是一枚炼制的御服料 其完美的品质 已经让众人傻了眼 罗杜宇探道 别说是用二十块中品 鲜石化 就是再加一倍 也换不到如此完美的御服料 李强笑道 下面是阵法刻画 罗兄 想要什么性质的攻击符咒 罗杜宇笑道 先被随意吧 威力大一些的比较好 李强点点头 随手在空中描画出阵法 随着阵法的刻画完毕 一个球状的金色雷阵 已经成形 李强手指一点 轻刻道 多 金色雷阵 陡然缩小 一声脆响 御服 落在他的手中 就在这时 只听门口一个人说道 这枚御服让给我吧 我除一百块中品鲜石 那人缓步走了进来 李强应声答道 这枚仙服 已经是罗兄的了 你等下一枚 哎哟 原来是博承令的严兄啊 好久不见 罗杜宇站起身来笑道 老爷 你一来就和我抢仙服 你和木子前辈也熟悉啊 今天怎么有空到雪龙城来 也不通知一声 过来坐 严谦回还是老样子 浑身打扮得乱七八糟 背上坠着的尖刺总让李强 想起古代渔民梯的缩衣 严谦回抢上一步道 拜见木子前辈 李强摆摆手笑道 严兄不必客气 请坐 众人让出一小块空地 严谦回也不客气 盘腿坐了下来 严谦问道 严兄到雪龙城来有事 你的弟子治好了 严谦回脸上洋溢着 欣然的神色和初次见面时的那种冷漠 有着绝大的不同 他笑道 还要多谢木子前辈 我的弟子已经完全恢复了 这次 我到雪龙城 是来和几个老朋友告别的 我准备远行了 店铺里的修真者 顿时议论纷纷 罗杜宇也是合体期的高手 文言立即明白了 他说道 老言 门派的事情都交代给弟子了 恭喜你 终于可以走上最后的修行之路 李强好奇地问道 什么是最后的修行之路 罗杜宇脸上显出羡慕的神情 解说道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老言已经将博承令的令主之位 传给了弟子 他将要远离林明星 直到修炼完成合体期后期 再回来度节 我们这里的传统是 初级修真者在苦修路上 完成原因的凝结 宋师级的修真者在远行路上 完成合体期的修炼 等老言再回来的时候 就是准备度节了 这个修炼习俗 李强是不知道的 在方元兴也没有听说过 他忍不住问道 远行路一般是去哪里 严谦回说道 我准备再去齐龙城 与几个老朋友告别 然后就离开林明星 具体到哪里 还没有想好 外面的青路 我不是很清楚 李强想了想说道 严兄 我也准备去齐龙城 然后就要离开这里了 你若是愿意的话 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一段路 严谦回大喜道 好啊 若是能和前辈同行 千回不胜荣幸 世民魔尊歪着嘴 挖扩道 和他走有什么好 自己走多自由 没逐渐的家伙 严谦回脸色微寒 冷冷地问道 你是谁 李强笑道 严兄别理他 他是个疯子 小明啊 没事别乱插话 罗杜宇悄悄传音 给严谦回告诉他 赤明魔尊的身份和由来 严谦回吃了一惊 赤明魔尊不敢和李强犯将 他不耐烦地甩甩手 抱着脑袋 继续琢磨 如何才能化解魔镜 门外荧光一闪 李强怀里 钻进一条银色的小狗 他心热地 在李强怀里拱来拱去 嘴里呜呜地撒着娇 李强笑道 小家伙 又跑到哪里去了 严谦回紧盯着小白 看了半赏 摇摇头 小声自语道 这是不可能的 没力能收服他 奇怪 太像了 拱衣服就坐在他身边 他好奇地问道 前辈 太像什么 严谦回 没什么 大概是我搞错了 李强也听到了他的话 心中不禁暗暗佩服 严谦回不愧是专门幻化怪兽的宗师 看来他对天师神兽也有印象 李强也不说破 他将手中的仙服递给罗杜宇 说道 你就别和他们争了 这里谁能争得过你 罗杜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接过仙服 仔细一看 不由地感叹道 太完美了 了不起啊 墨子前辈 我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知名摩尊看着罗杜宇往外走 小声嘀咕道 鬼鬼祟祟 不像个好东西 李强差点被他逗笑 这家伙居然说得一本正经 好像他自己是个好人似的 很快 罗杜宇又回来坐下 笑着说道 我就不争了 老颜 你也别争了 让他们得些便宜吧 店里那些修真者都喜不自禁 不约而同地想 到底是极建崖的一代宗师 境界 就是与众不同 门外又陆续进来不少的修真者 一个个轻手轻脚的盘腿坐下 很快 不大的店铺里就坐满了人 门口还有不少站着的 李强一看 心里有些叫苦 本来是为了玩玩的 现在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要修炼多少枚玉腹才行 他想起手中还有不少现成的玉腹 干脆就拿出来卖吧 李强拿出一块青色的玉腹 笑道 这是一块护身腹 谁出嫁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李强手中的符咒是宝贝 喊架声 此起彼伏 响成一片 赤明魔尊漫不经心的指指点点 找出现实最多的人 在十几轮叫卖后 他终于不耐烦了 叫道 老兄 你有完没完 这些烂服送给我我都不要 你养的 我也练一块护身服 给你看看 李强已经换到了一堆现实 他听到赤明魔尊的抱怨 也不生气 笑道 老赤 你也会练的 好 练一块给我看看 要是练得不好 小心我给你好看 先告诉你 别练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不然你会后悔的 赤明魔尊也不答话 手中冒出青色的魔艳 顿时整个店铺里都黑了 只能看见赤明魔尊手中青零零的光 除了李强等少数几个高手外 其他人都觉得寒酥酥的 浑身不自在 有人已经禁不住 穿上战甲护身 李强全身陡然大放光彩 将整个店铺照得一片通明 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赤明魔尊已然修炼完毕 速度之快 让李强都觉得吃惊 只见他手中出现一颗锥形的浮咒 黑油油的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李强伸手接过来 立即察觉到他的不凡之处 这颗符咒上密密麻麻布满了 黑色的鳞片状的凸起 锥形的顶端有一粒不大的红色珠子 他用神石探进去查看 发现里面有无数的生灵在哭嚎 李强收回神石骂道 谁敢带你的护身符 吓也被吓死了 还怎么护身 赤明魔尊嘿嘿笑道 怕什么 我这个神魔符就是一般的神魔 也不敢侵害扶主人 说句实在话 仙人制作的护身符也比不过这个 哪个神魔敢碰我制作的护身符 李强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凭着大神魔的身份 确实没有哪个魔头敢侵害扶主人 他不由得好笑 最好的驱魔符咒 竟然是黑魔界的大神魔制作的 这么一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出赤明魔尊的诡异处 谁还敢要他制作的符咒 看着众人沉默不语 赤明魔尊气得嗷嗷直叫 李强笑道 算了吧 叫什么叫 这个神魔符我要了行不行 赤明魔尊气呼呼地说道 一群胆小鬼 你要就拿去吧 还是老兄识货呀 李强站起身来笑道 谢谢大家捧场 今天就不玩了 散场 散场了 罗杜宇心满意足地说道 都散了吧 前辈请到极千崖休息 他很是得意 刚才李强拍卖的玉符 有一多半落入极千崖的手中 看着几个悄悄退走的弟子 他又道 老颜 一起去 颜千回 微微一笑道 我从现在起 就跟着木子前辈了 拱衣服心里也是喜滋滋的 虽然他没有换到玉符 但是他知道 从此以后 拱衣服的玉符 在雪龙城的名气 一定会很响亮 他万分感激地 与李强道别 众人刚回到广场上 一个极千崖的弟子 从空中落下 急匆匆地过来 躬身行李道 罗总主 有消息传来 罗杜宇说道 说话干脆点 什么消息 那个弟子急忙说道 是 是从金阳城传来的消息 罗天上仙 钱大人 他们已经将神魔 赶出黎明星了 不过 李强问道 是不是没有禁锢他 那个弟子说道 钱大人和大南仙子 在江湖城 堵住了那个神魔 但是 那个神魔逃得很快 立即就逃离了 黎明星 钱大人他们 已经去追踪了 罗杜宇松了口气 笑道 逃了也好 但愿他以后 再也不要回来 李强问道 罗兄 请问传送阵在哪里 我们先到齐龙城 就不到吉田牙去打扰了 他觉得 收购的鲜石 应该够用了 是离开黎明星的时候了 罗杜宇觉得有些遗憾 他说道 齐龙城的夏云涛夏兄 就在这里 要不要通知他一声 让齐龙城做好准备 李强笑道 不必了 我不想惊动大家 罗兄 英雄 再会了 他向众人告辞后 随即来到许龙城的传送阵 在黎明星所有的修真大城 都有各种各样的传送阵 一般都是各派自行设立的 普通的修真者传送 有两个途径 一是用自己门派的传送阵 如果是没有门派的修真者 就得花费一定的团龙币 使用别派的传送阵 所以各派的传送阵 也是一个生财的手段 李强他们三人 都没有用传送阵 只是在传送阵 校对了一下方位 便一起瞬移了过去 只要不是星际间的大挪移 这点距离 还难不住这三个人 三人在齐龙城同时现身 李强笑道 不错 拿捏的方位还真准确 赤明魔尊 嘿嘿一笑道 我用那是魔宗一线的方法 不论你到哪里 我老师都能跟上 他凭着高超的魔宫 完全借助李强的瞬移而瞬移 这是一种偷懒的方法 也是一种高超的本领 严千回却是凭本事跟着的 像他这样的修真者 是踏踏实实 一层层修炼上来的 修为和见识都非常扎实 李强在这一点上 比不过严千回 和赤明魔尊也没法比 李强还隐约记得 百苍朗的家 他说道 跟我来 先到一个朋友家去看看 严千回跟着李强 走了一段路后 也记起来了 他笑道 咦 前辈 是不是百苍朗家 李强笑道 我在西龙城 没什么朋友 就他还算一个吧 严千回乍车道 前辈 他 他会是你的朋友 李强笑道 没错 他是我朋友 燕兄 你不用叫我前辈 咱们平辈交往 赤明魔尊嘎嘎笑道 就是 你看他那副屌样 哪里像前辈 李强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骂道 再敢胡说八道 我拧断你的脖子 赤明魔尊的脑袋 硬声掉落在地上 滚到路边 还双目圆瞪 严千回吓了一跳 莫四兄 你真的拧断他的脖子 赤明魔尊的脑袋 发出圣人的笑声 李强微微一惊 松开手道 老赤 佩服 你竟然将魔镜 压到肩膀上了 好 别装死了 那个人头呼的飞起 化作一道红雾 眼看着 赤明魔尊的脑袋 又长了出来 他用手扶扶头 朝着路边下散的人群 喝道 没看过头条啊 颜千回还是第一次看见赤明魔尊这样 他苦笑道 怪不得 哎 赤明魔尊冲着他呲牙咧嘴道 是不是觉得很失望 一代魔尊 沦为如此下场 你是不是觉得很痛心 难过 李强忍不住大笑道 老师 你真有本事 你要是能将魔尊驱除出去 你就解放了 不必如此 惺惺作态吧 三人说笑着 很快就来到摆仓老的家 迎面跑来一个小姑娘 李强不由的笑道 千儿 你怎么在这里 那个小姑娘 正是谭博宇的女儿 谭桓 她惊讶的大叫起来 你怎么会认识这里的 我去叫爹娘来 她推开摆仓老家的院门 笑着叫着冲了进去 很快从屋里跑出几个人来 叫着师叔的是百圣珍 谭博宇和轩缘异青 后面是摆仓老夫妇和婴艳姐妹 还有一个小伙子 是谭博宇的儿子谭勇 李强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温馨的感觉 仿佛回到了家里一样 她笑着与众人一一打着招呼 百仓老依旧有些拘谨 她非常开心地笑着 可以看得出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赤明魔尊看看众人 又看看李强 说道 老兄 难得看到你笑得如此开心 他们是你的失职 修为好像不怎么样嘛 你这个长辈是怎么教的 差劲啊 严谦回笑道 你有本事 你来教教看 李强心里高兴 也懒得和赤明魔尊计较 他笑道 长老 客人来了 还不请进屋 别站着说话 圈儿 亲热地拉着李强的胳膊 修贞的小姑娘 一般都很大方 他现在对李强可崇拜了 他笑嘻嘻地说道 前辈 上次见到的轩龙前辈 他真的是罗天上仙吗 好可惜啊 轩儿错过机会了 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